Hello大家好,是否很久没来过阿来加夜市呢? 今天是2020年8月8日,星期六晚上, 哇,星期六晚上阿来加夜市是这样的原来, 又不是静到无人,吃饭的晚饭的都有人, 都有一半以上的入座,像这些餐厅那样, 都不是一半,外面都差不多坐到七七八八, 都很多人,只不过没有以前正常的时间, 没有疫情的时间这么多人,是吧? 支持本地消费,一个没了外国游客的世界, 就变成这样了,清静又不是清静,少了很多人。 哦,哦,哦,哦! 现在我在阿来加的外围, 一会儿我转了一弯, 转右,然后转左, 现在我转了右,然后右边就是阿来加那条, 转右,哦, 阿来加那条食肆的了, 左手邊有一個大大的停車場 可以拍攝在這裏 但我暫時不拍攝車 因為我要繞個圈外圍給大家看 平時我們走亞萊街主要是走這條街 來馬來西亞吉隆坡遊客 如果有喜歡走夜市就一定要來 現在這段時間如果我們住在馬來西亞 過來又挺爽的 因為沒什麼人 平時DJ其實不是很敢出來的 因為平時出來通常都很失車 而且都很逼人 現在是9點19分 我繞一個圈後會找地方停車 接著就進去逛逛 這裏停車場都貴貴的 要給10元 所以很多車都會拍在街上 我也考慮一下拍不拍在街上 在這裏外面也有很多 這些小型的酒店 如果有時來旅行 想方便 可以住外面這些小型的酒店 這裏不是正正的亞萊街 是旁邊的街 也有很多東西吃的 這邊這條街有很多檔口 還有右手邊有很多按摩 泰式按摩也有 怎樣的按摩都有 在東南亞旅行 其中一樣可以好好享受的 就是在按摩店 正所謂 便宜 人又不多 但又不是沒有 這裡又便宜又有也有 還有食物 好了 轉向來說 我轉這輪圈 穿其出場後 然後去逛街 拍攝給大家看看 這裡很熱啊 那些鍋氣 蒙古燒 接著已經轉到厄羅街的另一邊 很多按摩 今天DJ出來做功課 做什麼功課呢 因為有些朋友 很早就跟DJ說 有興趣開酒吧 開酒吧 其實開什麼生意都好 都應該要做功課 調查一下 了解一下市場是怎樣的 今天DJ呢 就是厄羅街 厄羅街後面的一條街 有些酒吧 有些按摩有些食物 什麼都有的 都屬於遊客區 但是現在 外國遊客基本上是沒有的 因為外國人不可以入境馬來西亞 現在是疫情期間 今天是星期六 星期六是晚上來的 現在大約是九點多 我拍下附近的酒吧 情況給大家看一下 盡量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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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會不會被人打 不知道會不會被人打 不知道會不會被拍 好 好了 跟大家介紹一下酒吧的生意情況之前 就介紹一下這個碌碌檔 哇 喝兩杯當然出來做兩寸 真的很棒 我現在呢 看看後面的酒吧 這裡一條街全條街都是酒吧 頭這間呢 麻麻的 生意麻麻的 但對面這間 對面這間都爆 差不多爆 有樓上有樓下 都爆爆的 因為現在是疫情期間 外國人基本上不可以入境 外國人不可以入境 變了其實這裡應該理論上 沒有外國遊客 除了那些已經搬來這裡住 就沒有外國遊客 這裡又有一間 這間好像比較斯文一些 但都坐了七七八八的人 其實左邊右邊都有 很多不同類型酒吧 這間便利店都有人在喝 好像蘭桂方 有些朋友都會在便利店喝 未必過過坐酒吧 然後看看前面 左手邊一辣 右手邊一辣 我想數完 只是左手邊都有十幾間 有十幾間 有些上樓上的 有些黑店 好像不敢拍他 怕被人打 這間 這間多人 這間都不錯 都爆爆的 一路走一路走 再說 Лю方 ama 每以後都走得七七八八 又不一會 但之前如果是早前都來過這間 其實都爆得很厲害 因為 然後 不容易罵 對嗎 当你多了游客时就爆得很厉害, 因为这条街大部份来吉隆坡的游客都会来的, 这段片是真是摆在后巷的那些酒桌, 刚才被人赶了不准拍, 不过都没办法拍, 还有很多楼上的特色, 有个露台仔坐在上面, 做生意一定要做功课, 做生意之前要做功课, 接下来就讲自己想做什么旅行生意, 譬如这间就少生意, 这间可能lomantic太多了, 又完全不同格局, 来这些朋友多数都是做几杯啤酒, 有些要开红酒, 马来西亚, 这是阿罗街后面的酒吧那一条街, 接下来我会再影影其他不同地区, 因为这里真真正正主要是一个游客区, 我后面就是刚才我有拍那条街, 现在生意的情况就是大概这样, 大约是七成左右, 七成入座率, 有一两间就麻麻地, 大部分中间位置的生意都有七成八成入座率, 今天是星期六九点几, 现在是九点几上早, 那这个是游客区, 真是外国的游客区, 那未来我会再拍一些普通的本地人去的地区, 给大家看一下, 那大家有一点比较一下, 因为你想做市场调查就一定是这样的, 努力点做功课, 要赢就要做多些功课, 那我会继续去下一站, 好,回到Arcadia, 现在11点了, 继续继续继续, 那这里有多少间酒吧呢, 应该最少都有十多二十间的, 这里其中两间, 我经过拍一拍给大家看一下, 都挺热闹的, 11点钟还有一点, 那前面还有, 要不要拍摄下车拍摄一下呢, 前面这里还有一间, 爆了的哦, 都不简单哦, 我很少这么晚出来, 那这间都爆了, 那里面还有好几间, 哇,这里一辣的哦, 原来, 我真的很少出来这边, 看, 多热闹, 那有兴趣, 他真是想做生意, 做什么都好啦, 都要花点时间, 那这里都是纯住宅区啦, 这里Arcadia啦, Arcadia, 酒吧有多少间, 都应该有十几间的, 起码都有十几间啦, 看到这里左边, 右边, 爆啊,爆啊, 11点几天现在是, 星期六, 星期六的11点几, 那都算是几爆啦, 是不是啊, 那开酒吧的朋友要选择地方啦, 选择地点, 非常紧要的, 非常紧要的, 好热闹啊, 哇, 坐开出来的, 坐开出来的, 外面路边这里, 那刚才, 情景就是这样的了, 情景就是这样的了, 今天星期六, 当然会多些人啦, 平日的肯定会少些的, 那跟着前面先看下, 现在我左边右边那些, 就是吃东西的, 吃东西的都收了, 11点几, 那再前些呢, 还有几间酒吧, 究竟容纳到多少人呢, 跑快点给大家看一下先, 拍完这一段呢, 在家睡觉啦, 夜, 少出夜街嘛, DJ, 好啦, 这里有一堆, 早知不用去那么远啦, 要不要去到亚罗街那么远呢, 这里环境更舒服啦, 好啦, 这里有一间, 跟着中间有个喷水池, 有个大广场, 这里吞吞骨, 吞吞骨一路转过来, 都是有酒吧啦, 今天呢, 我们的主题是拍酒吧, 对不对, 让大家个个凍了啤酒在这儿的, 今天这间就少点, 这间十张桌左右啦, 坐坐十多张桌, 旁边这间就多点, 这间中国风, 红绿也有这么有趣的, 这么漂亮的新开的, 这间中国风景是否不错呀, 晚上有个色彩缤纷的喷水池, 这里的摊档还未收11点多, 还不收工呀, 这间餐厅兼酒吧, 平时我们也有在这里吃东西的, 这间店里面有在这里吃东西, 前面还有, 还有, 还有, 拍摄这间给大家看一下先, 不同的时段就做不同的生意, 这间没有位置, 不是要等位置吗, 11点多要等位, 看什么事呀, 小朋友都可以进去的, 不喝酒就可以了, 砌桌子出来的, 不管你现在都要够大嘛, 是吧, 完全没问题呀, 狗狗都出来喝一杯, 开派对呀, 这狗狗很大只呀, 好了, DJ哥今天就跟大家拍下 马来西亚酒吧的情况呀, 记住今天星期六, 星期六肯定是多人的, 如果星期六都没人, 那是大件事呀, 现在都是疫情的管制期间来的, 马来西亚的正常活动可以的, 只不过是有些限制这样, 但外国人暂时就不可以入境, 所以主要都是本地人, 如果外国人来就更加热闹的, 应该, 都是跟大家讲, 投资有风险, 有赚有蚀, 大家投资任何东西之前, 做多些功课, 做多些功课, 了解多些先, 都要看自己的能力, 好, 大家想有什么再了解一下, DJ有时间的, 又拍下给大家看下, 我回家睡觉了, 11点多了, 拜拜, 拜拜, 拜拜